参考消息 这位美国总统无疑对美国每年对欧盟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感到非常恼火,谁又愿意充当遭背叛的人呢? 然而,全世界国民经济学家书越来不遗余力,强调的却是另一个事实。 一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与聪明与否互所签合同,是否划算关系不大,反而受到其他许多因素影响,供需、投资决策、人口、储蓄倾向、预算缺口等。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8月1日报道,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张之威和雄毅在对中美两国2015年的经贸往来,进行更准确统计后指出,即便是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如果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也会缩减至微乎其微。 报道称,首先,中国当年对美国出口,499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仅1650亿美元,总体而言,美国出现3340亿美元逆差,这是真实的。 但同样真实的是,中国公司向美国销售的几乎所有产品都是本国生产,然后海越至美国,而美国很多企业对华销售的大多是直接在中国本地生产的产品。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很多产品,根本不是来自中国生产商,而是源自之江中国作为生产的的日本、韩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报道认为,若将上述两个因素计算在内,就会得到美国逆差,仅剩300亿美元的总销售差额。 这一数字甚至不及官方数字的十分之一,基于自己的计算,张志威和雄义推测,美国的这一总销售秘差,甚至已在过去两年转化为200亿美元顺差,原因是随着中国富裕程度的提高,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昂贵、高质量的美国商品。 如今,中国的苹果手机用户数量就已超过美国,美国通用汽车的在华销量也高于在美销量。 研究显示,未来几年这一趋势还将明显加强,因为近年来美国公司在华的销售增速,使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两倍还多。 据张志威和雄义计算,2020年,美国对华总销售顺差,将超过1000亿美元。 报道称,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 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美国公司每年向世界其他地区销售的商品,多于世界其他地区企业向美国销售的商品。 总而言之,美国的销售顺差,已从2005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到了去年的约9000亿美元。 虽然特朗普可能会争变,美国公司在海外生产,导致美国就业者收入减少,但就连这个论点也遭到了德意志银行专家的反驳。 两位经济学家写道,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也帮助拉动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和就业。 6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后,王毅与蓬佩奥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